肯尼亚国家环境法院26日叫停该国第一座煤电厂的建设工程,下令对该项目重新进行环境评估。 在环保议题经常搅动政治争议的肯尼亚,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经常引发关注。 但仅仅因为该项目由中国的银行提供贷款,一些西方媒体便将此扯上中国。 称这是对中国投资的打击,据美国福布斯网站27日报道。 面对争议,肯尼亚政府表示,该项目将减少贫困,确保能源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并在肯尼亚最贫困的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驻肯尼亚大使也表示支持该项目,美媒27日称,尼亿的发电厂项目位于肯尼亚东北部海滨的拉木群岛附近。 岛上的拉木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是该地区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斯瓦西里人定居点,该项目由当地的AMO电力公司建设。 计划耗自21美元建造一座150兆瓦的煤炭发电厂,但自2015年便陷入停滞。 当地的环保注意者于2016年对该项目提出诉讼,当地时间6月26日,肯尼亚国家环境法院作出裁决,取消肯尼亚环境管理局之前向AMO电力公司颁发的建设许可证,要求对该项目进行新的环境影响评估研究。 英国金融时报28日称,该项目在肯尼亚国内引发了关于燃煤发电对生态系统潜在影响的激烈辩论。 环保人士称,发电厂将会污染空气,摧毁红树林和冰微物种的繁殖地,使肯尼亚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增加700%以上。 评论称,项目被暂停对其中国支持者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环保声誉是一个打击。 不过,美国福布斯网站称,美国驻肯尼亚大使凯尔·麦卡特支持该项目,他表示,肯尼亚首先需要更大、更低成本的基础电力供应,煤炭是最便宜的捷径能源选择。 肯尼亚首都内罗币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总部所在地,旅游业是肯尼亚的支柱产业。 肯尼亚当地分析人士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肯尼亚是前英国殖民地。 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大都是西方人喜欢的野生动物游乐园。 一直被当作欧洲人的后花园,所以环保问题在肯尼亚经常成为反对党的操作议题。 之前蒙内铁路和内马铁路建设时,就有过很长时间的环境争议,但也有不少声音认为。 某些环保人士的环境意识比较短视,关心的都是动物的生存环境,野生动物园之类的。 但对城市尾气的控制又不上心,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